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驶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会发现许多公路的一旁 是变状发育的河流 这些水系构成了高原的生命水网 河谷两岸的山地 不仅生活着高山勿救 沿阳 藏湖 汉塔等野生动物 倘若运气够好 还能见到白纯路 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路 深秋十月 分散各地的雄鹿 终于告别了单身汉的独立生活 他们追寻着雌鹿的气息 相聚成群 形成几十只 甚至上百只鹿的大群 这是属于白纯路的恋爱季节 能控制多数雌鹿群的雄鹿 将成为新的鹿王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这片沙洲将成为雄鹿争斗的擂台 随着发情稀到来 这只雄鹿几乎开始不吃不喝 现在他的眼中只有雄鹿 而周围都是竞争者 要赢得雌鹿的青睐并不容易 他要赢得雌鹿群的交配权 就必须为爱情而战 他已经被对手盯上 要想威慑对方 他必须显得更有气势 他挥动前提 在地上扬起尘土 如此虚张声势的动作 或许增强了他的信心 他不断朝对方吼叫 挑衅激发了斗志 对手先发起了冲锋 他们成功引起了雌鹿们的注意 这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斗 一时间胜负难分 此时一群牦牛从远处接近河畔 随时可能登上沙洲 受惊扰的磁路们 开始朝沙洲的另一侧转移 争斗被迫终止 雄鹿也追赶上去 更多白纯鹿加入了转移的队伍 这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者也混了进来 局面变得复杂 这只熊鹿必须尽快获得磁路的认可 分散的熊鹿追随着大批磁路 来到沙洲的另一侧 为了圈住磁路群 新一轮争斗拉开序幕 三次只熊鹿似乎都感受到了 同一只磁路的发情气息 磁路一时之间难以选择 它只想尽快摆脱熊鹿纠缠 这引发了更激烈的争斗 围追堵截之下 这只熊鹿脱颖而出 这份执着或许打动了磁路的芳心 熊鹿抬起上唇 通过裂唇袖感受磁路的荷尔蒙气息 确证此路已经准备好受孕 胜利的熊鹿发出炫耀的低鸣 但它明白胜利只是暂时的 发情期还没过去 竞争对手还在四周徘徊 随时都有应战的风险 它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沙洲上的动静也吸引着附近其他动物的注意力 邻居们探头探脑 观摩着寒冬来临之前的沙洲上 最后一场动物界的年度大戏 失败者并没有放弃 沙洲上的磁路还有许多 它需要采取一些策略吸引磁性 高原上的气候骤变 转瞬间下起了小椅 在河滩上溅起点点泥花 雨中的鹿群逐渐安静 而失败的熊鹿却一头扎进了泥浆 使线体散发的雄性气味 通过泥浆涂抹到全身 这是鹿群的古老洗礼 泥浆似乎让它找回了信心 它走过刚才的擂台跃跃欲试 胜利者看见它立刻追了上来 它似乎并不服气 但面对劲敌仍不敢应战 还是识趣地离开吧 好在孤独的旅程并不算漫长 在河对岸它遇见了另一只瓷鹿 它试探着接近感受瓷鹿的气息 这一回瓷鹿并没有逃开 它的新策略似乎奏效了 经过半个月的角逐 控制了多数瓷鹿的雄性白唇鹿 终于赢得了鹿王的地位 他们的孩子将在来年的夏天出生 在三江园国家公园长江园区 曲马来陷境内的河谷地带 河流的长期冲刷形成了这些沙洲 开阔的地形和饮水的便利 吸引了大批白唇鹿在此聚集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的高原山地动物 超过一万头的白唇鹿 生活在三江园国家公园 怀着热爱自然之心 也许在下一段旅途的转角 我们还能与它们相遇 ām 桃 梯